乐队对我来讲 我觉得算是一个 每一位年轻的男生 都想去放肆做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起磨合 一起训练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描一场 我说了算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走一趟 难道爱怕得痛快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描一场 我说了算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走一趟 难道爱怕得痛快 我恨我一生血汗 能不能让身份尖刻灿烂 谁知道眼角才敢 不会抗弯 不会着迷 现在 我恨我一生血汗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描一场 我说了算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后来这世界走一趟 我恨我爱 我疯我坏 难道爱怕得痛快 我疯我坏 我疯我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 fan iI 我恨我爱 我拭我拐 後來這世界那一場 我說的算我可我愛 我瘋我壞 後來這世界走一趟 兩道還怕得痛快 現在有請我們的樂隊 樂隊無限公司的三位合夥人 謝霆峰 王俊凱 蕭敬騰 謝霆峰 王俊凱 謝霆峰來到樂隊節目 讓我能夠去創造出一個 新時代的樂隊 然後去創造出更多音樂上的多樣性 我想去看到樂隊的可能性 包括親自參與到裏面 跟提鋒哥 蕭敬騰哥 去完成一個樂隊 讓這樣一個樂隊從0到1 再做到很多很多很多 去創造更多的音樂 這樣一個過程 我是非常的期待的 想先請問一下三位合夥人 你們對於候選人 你們的考核的標準是什麼 其實蠻期待 跟傳統的樂隊 有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又有傳統樂隊的 那一些核心在裡面 那樣的一個人出現的 對 謝謝 大家沒有坐著看 大家很給面子 謝謝 謝謝大家 已經是非常成熟的 在我們這裡 希望找到有誰 可以跟你一起去組這樣一個樂隊 因為 你又是主唱 又可以自己一個人 去做所有的音樂 現在 是你們要同意意見的時候 你們可以稍作討論 是否同意他成為第一位Ace 他算是我們公司第一個 有電子風格的一個Ace 他算是我們公司第一個 在我這裡我時候可以 可以給他Ace 因為他也去過 國際上各大的音樂界的 很有經驗 對 經驗很足 他也有創作能力 我OK 我OK 那我也OK 不負眾望 恭喜你 可是他們就是想要表達 對你的喜歡 應該是對他的音樂的喜歡 對 對他的喜歡 蠻怪的 我覺得龍哥 彈的東西就是比較funk 然後彈的也是比較復古的 跟Corsac的音樂結合上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的 反差 我還是覺得長功合適一點 OK 我覺得首先展現的都特別的豐富 然後肯定是有很鮮熟的一些功底在 但我其實會覺得 有一點點感 包括在後面的琴 我會覺得在拍子上會有一點點的錯亂 他可能在裡面表達的東西太多 他就會不斷地發生意外 不斷地去重來 他換了六種音色 他就會一直一直切這些 拳上就想跟他的節奏起舞的時候 立馬就換到了一個新的音色這樣 我覺得會稍微一點跳脫 在他的臨場去解決一些突發事件的一些經驗 還是會比較少一點 在將來之後的一些舞台上 大家對於這樣的意外發生還是要自己努力去把它消化掉這樣 其實我們這次討論很少 可能在聊的途中 我們就已經產生了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我們現場也有兩位是年少成名 像肖凱還有謝總 也都是年少成名 你們是怎麼看待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我不算嗎 你應該三十好幾了吧 可是我也是年少 你年少 我十九 十九算吧 你也算嗎 十九不算嗎 可是肖凱是十四吧 其實我們這裡都沒有一個比他年少 所以只有你有這個發言權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年少成名首先就是非常幸運 但他就是有好有壞吧 就是有利有弊 年少成名會有很多的方法 讓你更早地去看待這個世界 能夠讓你更加早一點成熟 但你會在大家的注視之下成長 那就會有更大的壓力 如果你能克服得很好 我覺得你就可以成長成一個 大家一路看過來長大的一個 變得越來越有自信 越來越厲害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是抓不到這個平衡 你就會變得一個很慘的小朋友 會失去方向 對我覺得其實肖凱她在這方面 真的是調適得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像大家所說的 讓一箱專輯然後有不同的主角 內部其實我覺得會有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意見應該 理想是這麼想的 對 好難 小卡 你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想跟著音樂去 律動去晃的這樣的感覺 對 才能排第一 才能排第一 這個探戈我覺得彈得也非常有味道了 對 反而就是為了聽風格 真的 謝董的迷递 聽著這個音高去發 聽音高吧 對 需要把你的鍵盤擋住嗎 我應該要這樣 突然間有一個古典學院 古典的人說他做Trap 我突然間這個 反正很叛逆 幻想不到 中央音樂學院 就是我覺得一般學院派 其實都很在意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會覺得 我明白小卡老師您的意思了 就是您是指學院派 會不會很在意 他是否也是我們這樣的 露出出來的選手 對 我們要期待 王立新 他是一個讓比賽現場 一下子就燃起來的一個人 既然他講出那樣的話 我還蠻期待他跟葉子那一組的對抗 好喜歡的 趕緊 肖總已經迫不及待 有很多人覺得搖滾就是搖滾 對 你這個是唱了一天演唱會 唱啞了 我比較好奇就是 張恩代言的眼線 是自己考慮的嗎 開玩笑 我覺得他已經算是一個 出道的唱歌手 比較好奇的是 他在我們這裡想找到什麼樣的樂手 跟你一塊兒 因為唱歌很有態度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會比較在意這些東西 因為你倒是在巡远對不對 對 最近正在 我是非常瞭解你的那個工作模式的 在我們去做一些演唱會 當一個項目扔過來之後 我們會去表達給音樂老師 我們想要在這裡加什麼元素 再去把它排練出來 成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曲目 但這樣的一個劣勢 是會讓你們樂手之間沒有一個羈絆 我建議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他寫的曲目寫得也非常好 也很有記憶一點 我可以的 只是說 不要擔心 執行練 我其實蠻糾結的 剛剛倚泰所講的 他想去做一個 HIP HOP的一個樂隊 但我覺得派格鬥 其實他自己就很 很強烈自己的RAP的風格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兩位主唱在一塊兒 去做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話 還是變成你一段Vers 我一段Vers 就是 鼓手我覺得 他算是一個樂隊的後盾 一個定基調的一個人 會選鼓手的原因也是因為 跟鼓手一起討論 會更加明確樂隊的方向 紫檀我覺得 作為一個樂隊的方向 我覺得還是蠻 就蠻有新穎的 因為其實之前的樂隊 也沒有完全用到紫檀一個方法 去做到一個樂隊的核心 就覺得如果你要作為一個核心的話 需要有更多的一種力量 讓大家去跟你一塊去做你想做的一個事情 好 謝謝 Ace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樂隊的核心 他要有很強的方向感 讓其他的一些樂手們 能理解到你的風格是什麼 那我一直尋找的風格 可能是你這個 那我就要加入你 因為你剛剛說過 找到合適的人選 你可能也可以讓步嘛 所以我覺得 你要作為一個核心的話 需要有一種力量 讓大家去跟你一塊去做你想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其實你想 今天來這個舞台做一個樂隊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 因為它是直彈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能在樂隊的大公演 對 要有 他可能做一段souro會比較出彩 是 我們想問一下阿達瓦 你有會樂器或者平時有在創作這樣的事情嗎 而且我們是沒有歌曲的 沒有 怎麼樣 小凱剛剛這段表演 他整體給人的感覺就很自信 整個音樂的風格也很吸引人 被征服到 那個老師 我覺得特別特別燃 因為我特別佩服雙彩特別厲害的人 太穩了 我覺得分得特別特別強 而且我覺得一個樂隊的 Ace一定要是感染力特別強 能夠帶動其他樂手去衝擊一件事情的人 這就是我覺得想要去選擇的那個Ace 你已經組過兩個樂隊了 為什麼還要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我還有一點 為什麼要穿背帶褲 這個完全可以當Ace 我覺得 他很有感染 可以帶動大家 他的想法是很完整的 而且是被大家尊重的 應該也可以同意吧 恭喜你 他唱著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氣場 是給大家一個特別大的反差 我覺得還蠻驚喜 其實大家整體的氛圍都非常好 那我覺得 吉他手它是更有默契一點 會有更加的一種共鳴的感覺 下一個Ace會直接選擇替換 做好準備 接下來Ace每一位都會有機會 沒有收到組隊邀請 在移開我們的樂隊無限公司這個舞台 大家好 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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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